一产接一产拼命装沙袋 动物园也忙着防灾 豪猪乖乖走进笼子里 美国佛州才走了个海伦飓风 另一个密尔顿又直扑而来 而且威力是今年地表最强 短短不到48小时 就从热带风暴上升为5级飓风 最大持续风速逼近300公里 暴风圈会先扫过墨西哥 佛州也早早戒备 因为预估当地时间周三晚间 密尔顿就会从西岸的坦帕湾附近登陆 要将写下当地百年来最强飓风记录 除了狂风豪雨还会带来致命风暴潮 我们将来到5米的风波浪 我们将来到110米的风波浪 海岸是5米的水平 2米的水平 突然你会有3米的风波浪 已经有至少6个郡的军民被要求撤离 当局严正警告 这可不是开玩笑 偏偏海伦巨峰肆虐后残骸都还来不及清理 密尔顿再一吹恐怕成为凶器 佛州坦帕的高速公路已经开始涌现撤离车潮 车流回堵的好长 前一个重创佛州和北卡罗莱纳的海伦飓风 造成美国东南部超过230人丧命 现在威胁再度逼近 恐怕带来更多生命财产损失 明镜需要留言 最后报道 所有客户都还没有力量